好 環球大戰線 深入世界最前線 全球各界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金時芬 藍安大事國際的政經軍事脈動 還有深度婆西 帶你打開視野 好 節目一開始 趕快先歡迎我們今天 參與討論的嘉賓 首先為各位歡迎的是 中華戰略學會的資深研究員 張靖 張靖老師好 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文化大學廣告系的教授 紐澤勳 教授好 主持人各位大家好 還有我們的亞太防務雜誌總編輯 鄭紀文 金文哥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好 趕快一開始先帶你來看到 這真的是千呼萬喚使出來 華為的手機又再度這個突襲開賣了 這群中國人這幾天大概全瘋 最瘋的話題之一就在問 你到底買到了嗎 買到什麼呢 買到就是華為這款最新的手機 好 這個系列手機叫什麼呢 叫做Pura 70 華為這次帶你來看到 又是在突襲開賣了 就是說他沒有發布會 他也沒有記者會 我就直接找個良辰即時說賣就賣 而且還賣到翻掉 我們來介紹一下這次開賣的手機 好 這次Pura 70總共會有四款 但是他良辰即時先開賣的是什麼呢 4月18號10點08分先賣這個 Pura 70 Pro跟70 Ultra這兩款 結果告訴大家線上60秒一分鐘內通通賣光 哇 線下也不得了 線下門市就像照片當中你看到的 所有門市都長這樣 10萬人在那裡排4個小時 排到翻掉他都要排 搶到沒有貨了大家都要搶 中國人就是這麼的挺他自家的手機 好 那接下來呢 4月22號10點08分還要再開賣兩款 就是他的Pura 70的Pro Plus 再加上他70 那不出意外啦 照他這個禮拜的這樣的一個瘋狂程度來說 基本上也是上家就是苗搶光 而且中國網友很可愛喔 中國網友說他的外型長得像什麼呢 長得很像米老鼠 你看看喔 兩個眼睛再加上一個鼻子有沒有 還真的挺像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了 現在呢這個最懂手機的男人 知名的分析師郭米奇這樣說 他說預估喔 預估他這款華為的Pura 70的系列 他的出貨量可以佔上1300萬到1500萬之號 這個速度有多驚人呢 這個速度等於是同比增長了230% 那這款手機賣賣在哪裡呢 當然是現在最夯的AI 好 AI是他最大最大的賣點 我們來看到這款手機的特色 第一個他搭載他自己的作業系統 全新的鴻蒙OS4.2的作業系統 還有哪些特色呢 支援北魏的這個 北魏星的發送圖片 再來他就是支援所有的AI相關系統 包括AI的隔空操控 質感支付 還有他還直接就讓你可以接入 所謂的盤古大模型 這都是現在中國人最夯最夯的作業系統 好 所以他賣的這麼的夯 但是我們要問問了 來 先看到 先問到教授了 基本上這款手機他又是突襲開賣 你對比之前我們看到那個Meta60 也是一樣如此 華為就喜歡用這一招 可是偏偏為什麼中國人特別買單 我覺得就行銷上來講的話 大概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品牌形象來說的話 華為就是民族品牌 所以他基本上來說 就會有愛國買氣這樣的一個 助攻的一個力道 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當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第二個重要的原因來講的話 就是說他其實玩的是一種 突襲式的一個操作 意思也沒有 意思也就是說他不會像其他的手機品牌 他會先開一個政經800 四平八穩的一個記者會 去Lunch他的一個新機 然後再慢慢做Promotion 然後再上市 他基本上搞的是一個 逆勢操作的一個邏輯 他就是所謂的一個驚喜式行銷 或者是無預警的一個行銷 給你一個Surprising的一個概念 所以就消費者心裡來講的話 他的那種興奮指數會拉高 興奮指數會拉高 所以他就是一個驚喜行銷的一個概念 他無預警 比如說這次18號 他就10點的時候在官網上面 他就公佈這個10點08分 他要賣這個Ultra跟那個Pro這兩款 也就是Pura70的兩款的一個新機 那所以不到一分鐘 全部都秒殺 那所以從這樣的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就是說很多人買不到 他某種程度來講的話 第一批字來說 可能有一些限量的一個邏輯 那這樣一個限量的一個邏輯 大家排隊的一個邏輯 消費者被掉胃口 這樣的一個邏輯來講的話 在行銷上面 就是所謂的一個飢餓行銷 意思也就是說 對 飢餓行銷 我掉你胃口 我透過限量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操作 我把你的期待值掉高之後 胃口掉高之後 哇 你買不到了 你買不到 你要怎麼辦 那你就得排隊 繼續去等 然後他第二波操作 就是跟你講 下午4點的時候 他也會繼續開賣 下午4點8分的時候 也會繼續開賣 那另外來講的話 他也跟你說4月22號的時候 那個Pura70的一個 ProPlus 跟Pura70也即將開賣 所以你看 他一連串的一些操作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有講的就是說 驚喜式的一個行銷 突襲式的一個行銷 讓你無預警的一個行銷 操作的一個邏輯 就掉高消費者的一個期待 哇 突然有這麼樣的一個 讓我振奮心情的一個訊息 那我當然毛錢來去買嘛 這樣的一個飢餓行銷的一個制約 那所以就華為這一波相關行銷 的一個操作來講的話 除了有愛國買氣的一個助攻之外 也有驚喜行銷跟飢餓 的一個操作邏輯在裡面 是 而且你看那個照片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基本上大陸各個門市 都是這樣子豐排 排到四五小時他都要買 那我想問張靖老師 你怎麼看這款手機 它會不會又是華為的下一個爆款機 我們說它蒸汽機 它真的這麼賣嗎 你怎麼來看這個現象 我這個人的態度 其實是比較保守 我認為就目前來說 這個上南定論 因為我們不要去低估華為 這個團隊的它的雄心壯志 這個中國大陸的市場的爆紅 未見的是能夠保證 它能夠全球爭雄 所以它的其實是放言 全世界要去跟這個蘋果一拼 那手機第二點就是手機的耐用性 要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日去檢證 可能剛開始拿很好 它搞不好三天它不耐用 所以我認為這個以往觀察 我們這些就是相關的3C產品 這個市場銷售先勝後衰 然後爆起爆落也不法先利 所以我個人覺得還要看 等一下相關時日 那另外一點我也覺得這個 跟依據這個新的機型 然後開發配套的商品 或配套的產品 像什麼套裝應用程式APP 除了它自己華為開出來 也有人要繼續跟進 然後會決定它最終 市場的銷售的成敗 成語敗 總而言之 我覺得這個應該用兩句話來形容 就是明月上賴重心脫正 王者需靠群臣的支撐 假如人家覺得我跟著這個機型 跟進會有它的這個就是利基 那它自然可以找到很多的跟隨者 萬一它自己本身那個後事 沒有後續的跟進 那我認為很可能就會慢慢慢慢沉積下去 但是我基本上來講我還是對它 有相當的這個就是要肯定 我認為那個後勁應該還是相當強的 是就像硬體也好軟體也好 譬如說像蘋果它APP Store 就是大家很多人都可以上去買 它各種的軟體 所以華為也要做到這一點很厲害 但是基本上這款手機它多熱賣 其實基本上它這一開賣當天 其實你看下午一堆開箱影片就出來了 中國網友每個人買到就立刻去開箱 立刻拍給全世界看 所以基本上大家大概都知道 這款手機它特色在哪 當然我們剛才講到的硬體軟體都很重要 我們來看它的系統 它的搭載系統也不得了 它這一次採用是全新的麒麟9010的處理器 基本上它用的是7nm的製程 它也有5G的能力不差 現在專家認為它比它前一代 這個麒麟9000S的性能來說 這一次麒麟的9010 它的性能要再提升大概將近10個百分點 也就是說其實你看這次美中貿易戰 把這個華為掐到死了 但是華為早有辦法活下去 它的手機它用它自己的處理器 我不需要靠你美國 我也不需要靠你台灣 那現在大家關注的是這個處理器之外 還要來看到了 當然現在誰緊張了 看到這樣的一個場景 蘋果的庫克最緊張 為什麼因為賣翻了 蘋果大概庫克心都涼了 它之前才去中國大陸說要這個穩住市戰率 結果沒有想到你看看今年 我們來看今年的排行榜 華為的市戰已經超越蘋果了 這個統計數字是什麼呢 在今年的前六週 好我們來看一下 排第一的在中國大陸現在是Vivo Vivo 17.6% 華為16.5% 蘋果已經掉到第四名了 15.7% 好而且這個你要知道 這還沒有加上現在最好賣出來的 Pura70系列還沒加進去 今年來說整個蘋果的銷量大減24% 相反華為是激增了64% 如果你再加上這次熱賣的 這個Pura7的話 70的話 那不得了它的市戰率還會再提升 有沒有機會衝到第一可能大家都在看 而且我們來看到它的硬體效果了 來看到了 包括這一次用的這個晶片 好這個晶片呢 大家說它很厲害 它是麒麟9010的處理器 那我們來對比一下蘋果 幫大家對比一下蘋果 專家說單去就它的跑分數據來看 它對比蘋果目前的機型來說 性能差不多是iPhone12到13之間 也就是說A14到15的晶片 好我想問問這個基文哥 你看 你看美中貿易戰打了四年 掐了它四年 可是你看它照樣可以研發出 它自己的晶片來 現在你去對比它跟蘋果的性能 大概就是兩代之間的差距 華為這一路走來真的不容易 對 我們對比一下 剛才有講到它這個跟A15相比 就是晶片它大概這個還跑分 其實還有一段的一個差距 但我們看這個A15是什麼時候 這個問世 它大概就是iPhone13 大概2021年9月 原始就這個它的技術差的話 可能大概三年左右 三年的時間 對 我想這個讓美國就非常 這個就是非常不爽 就是我用盡了洪荒之力 對 包括對於華為打壓 甚至包括對中國 許多相關廠商進行打壓 而且盟友一起打它 對 歐洲也加入 是 甚至連這個光刻機的廠商 因為以後不能提供售後服務 這完全顛覆了以前 我們所認知的這個商業行為的模式 也因此說白了 美國不惜翻桌也要打壓你 但從這個麒麟9010這樣的效能 我們就可以發現 華為在製程上 還有它整個供應鏈來說 已經取得一些突破 目前大概普遍認為 它在製程這個工藝上 大概5奈米到7奈米之間 這樣的一個水平 而且它持續的往前攻關 那未來它整個供應鏈體系 那就美國方面來觀察 它可能會朝向這個 5到3奈米之間繼續攻關 幾年之內嗎 對 就是持續要攻關 所以我們看下一個這個明年 它再推出一個新機 它是不是在製程這個供應部分晶片 又獲得更進一步的突破 比如說站穩5奈米 甚至進階到5到3奈米之間 但我這個總結來看 就是美國這一番這個嚴重的打壓 事實上也讓華為和它本身的供應鏈 整體來講技術越來越成熟 這個是美國我認為到目前為止 它還是急於要找可能哪些圍堵的漏洞 來持續進行打壓 總體來講華為表現得越好 那美國對它的打壓勢必也會越來越升級 不只是對華為還有它整個供應鏈各場 實施一個精準打擊 這應該是美國未來急需努力一個重要的方向 地人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商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大展現 全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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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觀點